一位叫洪建毅的嘛 洪建毅就拿這一張出來說 啊不然這張是你誰的 我要告洪建毅 我要告 結果昨天人家說你告了沒 我會委託律師告 所以你告了沒 還沒 我什麼時候告 幹你什麼事 然後記者問他說 那是你有簽名嗎 他說 那既然出事我簽名了 這當然是我簽名的啊 但是不要 雖然是我簽名的 但是不要含沙射贏 沒有含沙射贏 很確定 就是確定了 沒有含沙射贏 所以八月一號 他說什麼 他說等林周銘回來再討論 林周銘幾號 他因為三號才回來嘛 所以八月十八號 就沈金晶跟這個林青 就去見了林周銘 這都是我們之前知道的故事對不對 林周銘之後呢 各位看這個公文 今天這是新的公文也跑出來了 公文第四點 他說沈金晶先生 這個是度他幾千 沈金晶先生跟林先生 於一百零六點八月十八號 到本局辦公室 表達意見 由林副市長 清榮林周銘局長及張崗瑋 張崗瑋就是這個報告裡頭 這個附座 終於曝光了 這個附座 張崗瑋副局長共同語談 當時沈先生表達訴求 登登登登 最關鍵就是第二個 反對以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方式 處理本案 各位記得這句話 然後後面還有說 因為都市計畫 礦日廢死 礦日廢死 對 好 我先跟你們政方說 這條你們都要注意 簽到這裡的時候 有一個人用手銷法務專員 這個法務專員 一定也設下了防火牆 好 可是這個案子呢 柯文哲蓋了章 因為柯文哲 坦白講柯文哲想要幫沈金晶 他沒辦法蓋你 他看到林宗敏寫這麼硬 直接依都市計畫變更 然後又給這個政風看 又給法務局看 又給法務專員 他遮硬著頭皮蓋一張 隔年林宗敏就被砍掉了 所以後來林宗敏當然下台 對 因為林宗敏 到林宗敏可能要把他啟動 可是林宗敏再往上 上去勞定 簽不上去 簽不上去 然後就這個案子就沒了 就展開了我們之前討論的那個劇情 所以如果連北四科都要查金流的話 哇塞 那這真的比較槓上開花 這叫做棒棒一棒接一棒 棒棒都是強棒 回到金華城的本案對不對 因為金華城我們一開始講說 其實要兩個月內要起訴 從九月五號阿伯進去之後 快到了 現在已經九月二十幾號對不對 所以在這一個多月就要全部都搞定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案子破了 就是林宗敏到底為什麼被換掉 二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有兩個很重要的人下去 林宗敏跟林青 他們兩個都一直擋一直擋一直擋 擋到後來下去了 結果換誰 彭政生嘛 還有黃錦帽上來 哇這個就打開了 黃錦帽開的門不夠大 改換黃一平 第三個獨發局下 整個火箭就加速了 可是現在所有事情都流出 都串在一起了 這個是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號對不對 我們洪建議建議一個踢爆了 這個豬雅虎手寫給蔡姐的手寫信 一路的看完才知道 其實林宗敏在第一任擋得有多辛苦 這個豬雅虎寫給這個蔡姐 蔡姐 那蔡姐 他說這個是我的字嗎 他第一時間是這樣嘛 蔡姐可能是蔡英文 有一位叫洪建議的 洪建議就拿這一張出來說 不然這張是不是在哪裡 我要告洪建議 我要告 結果昨天人家問說你告了沒 我會委託律師告 所以你告了沒 還沒 還沒 我什麼時候告 幹你什麼事 然後記者問他說 那是你有簽名嗎 他說 那既然出事我簽名了 這當然是我簽名的 但是不要 雖然是我簽名的 但是不要含沙攝影 沒有韓沙攝影 很確定 就是確定了 沒有韓沙攝影 所以八月一號 他說什麼 他說等林周敏回來再討論 林周敏幾號 他因為三號才回來 所以八月十八號 就沈晶晶跟這個林青 就去見了林周敏 這都是我們之前知道的故事 林周敏之後呢 各位看這個公文 今天這是新的公文也跑出來了 公文第四點他說 沈晶晶先生 這個是杜阿舉先生 沈晶晶先生跟林先生 於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號 到本局辦公室表達意見 由林副市長清榮林周敏 局長及張崗偉 張崗偉就是這個報告裡頭 這個副作 終於曝光了 這個副作 張崗偉副局長共同與談 當時沈先生表達訴求 登登登登 最關鍵就是第二個 反對以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方式處理本案 各位記得這句話 然後後面還有說 因為都市計畫 曠日廢時 曠日廢時 好然後呢 這個當然這個都法局 當然就寫說 本案針典如下 金華城是否完成整理開發 結論就實質上 金華城確實未完成整理開發 如果完成整理開發 我給你560OK 就是通案喔 通案就不是你自己那一棟 就說整棚 包括什麼西北角 包括許曉星他家 沈慶晶就是不處理 所以就沒有處理整理開發 這第一個 這個正點這樣 好 到了第七點他說 可是監察院 因為呢 有跟我們本魯糾正一下 說相關 認為金華城公司 似乎已經完成整理開發 當然這個監察院 寫這個人 到到去 金華城那邊當董事 相關的基金會嘛 做當事啦 對 當然他就下這個報告之後 做當事 還有關聯 我是不知道啦 等到來 本府一都市計畫 二十七條 地下地上規定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等一下 林周銘這個人 怎麼講都講不聽 審慶晶的第二條就是 反對以 反對以 反對以都市計畫變更 教練周銘寫了這麼大邊公文 建議 由都市計畫辦理變更 難怪他會掉腦袋 掉物殺吧 對 然後呢 然後再順便拿這個去回監察院 他說 你辦喔 本看如果我們合可的話 你依說明期 說明期就得到加碼 對 總教練都市計畫變更 令含韓陸監察院 審慶意見就說 我們要去做主事計畫變更 連含韓陸監察院不要再插 你把我們糾正 我們會照辦好 請合適嘛 各位看到當佛又來了 當佛 當還佛 當佛請合適 這個時候叫柯文哲決定 柯文哲蓋王章就是當 對 所以上一次的公文 各位記得嗎 上次公文把這個當佛 化掉了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 只能當 沒有 就是這個化掉之後 就跟柯文哲無關 公務員寫這個公 寫這個的公務員去打資金 對 所以這個沒有化掉 康文就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 各位 法務局 都委會 政風處 為什麼跑出一個法務專員 他還手寫會辦單位 因為我跟你講 林周銘寫這個公文的時候 一定很刺 因為他把來龍去脈都寫好 因為中間這個過程中 已經跟沈慶晶他們討論過 對不對 那壓力一定來了 蔡姐一定有跟他講 怎麼樣 林周銘骨頭很硬 他都把沈慶晶的意見寫好了 一 沈慶晶說 你直接給五百六 掃在那邊 啰哩巴說 二 我不要都市計畫 曠日廢時 林周銘直接簽 我就是都市計畫 然後 叫一大堆法務 他會看 他會辦 第一個先負法務局 林周銘也很聰明 來來來 你們換我去任務 你可以嗎 你們先說 來 都委會執秘 來來來來 講一下 邵秀佩 陣風 陣風 這個叫陣風什麼官 這就是一個土地開我來而已 叫陣風什麼官 來來來 陣風 我跟你說 因為陣風叫我們的連政數 是一條邊的 對啊 我想說 我想說跟你們陣風說 這條你們怎麼注意 簽到這裡的時候 有一個人用手銷法務專員 這個法務專員 一定也設下了防火牆 好 可是這個案子 柯文哲蓋了章 因為柯文哲 坦白講 柯文哲想要幫沈慶祺 他沒辦法蓋 因為他看到林周銘寫這麼硬 直接依都市計畫變更 然後又給這個陣風看 又給法務局看 又給法務 他折硬著頭皮蓋章 隔年林周銘就被砍掉了 所以後來林周銘當然下台 對 因為林周銘 到林周銘可能要把他啟動 可是林周銘再往上 上去勞頂 牽不上去 然後就這個案子就沒了 就展開了我們之前討論的那個劇情 我現在一路看來柯文真是膽大包天 四北科問完所有廠商 廠商說不要價格標 他就給我用價格標 金華城 現在才發現106年 2017年光是要回到560 陣風處都不敢背書 林周銘都不敢背書 林周銘說好 你硬要弄話 我就以都市計畫方式變更 結果柯文則在2018就是107年 把所有大石頭搬走之後 他就大幹特幹 其實我應該是講說 淑慧剛才講到沒錯 很確定的 2017不管便當會 都委會等等的 我們調查的結果 其實柯文則大家都知道 柯文則第一件事情很喜歡 好 蔡壁如辦 所以才有後面的豬亞武直接 蔡姐直接跟豬亞武對 才有後面的問題 但現在我要講的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個籤 這個大籤 8月16號是整個都是同一個籤嗎 同一個籤 8月16號怎麼會裡面去寫 8月18號 他一定改過這個籤 這就很清楚了嘛 那我也跟林周銘直接打過電話問過 你問過這個籤怎麼來的 這個籤沒有 我是問前面就是很清楚的 他說當天的目的 並不是要討論560 因為560他們8月18見面的時候 不是要討論560 他們裡面已經心有一把子 560一定過 我要的是最12萬的那個 那個樓地板面積 所以要求永久性保障 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面積 就是678 678.9 他們要的是這個 不是要560 560只是幌子 他們心中有底 反正我560一定會過 所以在這個部分 那當然整個 整個籤的過文 只能去說很清楚了 柯文哲 蔡壁如以下的人幾乎 可能都是委屈啦 那所有的籤 所有的東西 都會備注得很清楚 那蔡壁如到現在 我很納悶的是 昨天為什麼會講說 我數學不好 智商有問題 他講 這個可能要拜託阿松 幫我講個話 他講你數學不好 智商有問題 數學不好你就吞了 講智商有問題 我不能忍 沒關係啦 就算你說智商或數學不好 我都沒有意見 但我說實在 我講真話 不說謊話 對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認為我智商不足 我拜託你到法院告我 讓法院認證我智商不足 怎麼認證 不行 沒關係 那所以我只覺得說 找回初衷不難 對 我只想問一下 剛剛淑慧 我們都是同一個委員會的 我很謝謝淑慧在委員會裡面 他真的很用心 對 那換個角度回來 蔡壁如 你到底有沒有見過豬雅虎 剛開始說沒有 昨天好像又承認了 又說你數學不好 智商有問題 這變遷是他寫的 又說我智商有問題 我可不可以告你誣告 我們在座沒有律師 我們告你公然五路 公然五路 對 在座是沒有律師 智商不足應該可以 我會去 我會回去研究一下 你不告我 或許我管告你 對 但我只能說政治也不難 很簡單 草回初衷 那你的良心 你跟柯文哲二零雞七 在跟刀叉吃人肉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想到台北市民 因為這樣子喪失了 那你說西北側要不要開發 看起來 包含徐曉星買的那個房子 都要開發 那個地方就是西北側 柯文哲在這個精華城 我也希望檢調單位 趕快把它釐清 該起訴起訴 是 該不起訴的要還人家一個公道 有的公務人員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黃警茂被起訴 被轉為被告 你知道多少人拍拍手 終於要真相釐清 讓我們公務人員背了這麼久 其實中低階層的有電話 我們都很熟 我直接問說 那個被告五百萬交保 謝謝 謝謝 因為他當時候要求我們做的 我們不敢做 所以大家手上還有一些東西 還有東西 現在不能給的原因是因為 正風也不答應給 對 可能在偵查當中 那換個角度 現在會到北市科了 代表精華城的案子 已經到一個ending收集完成了 所以才會有 檢察官很體恤我們做新聞的 怕你們沒有議題 每天在那邊繞 很體恤 所以我還是講一句話 整個案子說真的 因為我們調查 我們專案小組 真的 召集人帶領之下 大家都很用心 是 那這個很用心的情況下 現在該叫主問召集人了 沒有 他事實上是我們召集人 是是是 所以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調查出來了 或許我們跟檢調資料不一樣 對 但說真的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而且強硬為之 在林州民林青龍這件事情 說真的 他本來就是一個大石頭 一個煞車皮 林青龍是煞車皮 你找我專業公務來 我就是要告訴你什麼不能做 對 那當然我們兩個是你任命的政務官 但你叫我們做違法違規 我們也不會做 沒錯 所以這兩個煞車皮 在2018年的12月24就沒了 林州民為了這件事情 還跟我打過電話 跑去柯市長辦公室 為什麼要我走 真的 他還跑去市長是要他走的 那個人令生效 我為什麼要走 柯文哲連理他都不理他 對 門就關起來就走了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很清楚的 因為你們黨人家財路 但這個財路過程當中 金流我不知道 但圖利的部分 確實很肯定